既供活佛慈讯,轻者生卓者降。万般带不走,唯有业随身。 堪清你今生来凡间,是为什么而来? 让你拥有这个肉身,是为了什么? 不是让你们来凡间享福,享乐。 这无形之中,是在造业都不知道。 师父引进徒儿,来到佛门。 而修道成道则要靠徒儿自己。 既然告诉你有本来面目,就要靠你自己去发心,自己去发现,去成就自己。 徒儿,生死大事个人了,个人因果个人偿还。 先佛只能够告诉你们怎么做,怎么修。 剩下来的就靠你们身体力行。 死了真的就算了吗? 去地府算啊。 如果你修得好,也许去上面算。 在三观九口,三观大地帮你审查。 如果你哪里修得不圆满。 让你进天佛院再去补修。 所以要去救步心,个人累事。 带来的杂质,补修清静。 所谓轻者上升卓者下降。 身心修得不够清静,光明,圆满。 礼天是到达不了的。 所以,好好的做。 不要白来人间走一遭。 看清人生的一切,探破红尘。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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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